好,之前我们通过汽车,变形金刚,我们了解了缘起无资性的道理 那我们讲的现在这个缘起无资性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干什么呢? 因为呢,佛教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痛苦,烦恼,贪嗔痴 它的根源来自我执,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执着 我们的意识有一种功能,凭空的在意识作用上捏造出一个我 就是然后就以自我为中心去思考问题 这个我呢,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痛苦 那么这个我实际上呢,它是没有的,它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误以为它有,我们就会捍卫自我 比如说我就不能受伤害,我就不能受委屈,我就不能受欺负 我就不能围绕这个我 那么实际上,我包括我不肯认错 我就需要去满足我的种种的欲望 那么这个,我们就会产生两种心理模式 一个贪,一个是撑 那么这两种心理模式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 那我们当我们有一天认识到,确实没有自我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释然了 比如说,并没有一个我在受苦 并没有一个我在受委屈 并没有一个我在受伤害 我们为自我做的所有的辩护,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叫文棒不变 是非以不变为解脱 比如说别人伤害我了 如果一个懂得这样一个无我道理的人呢 他就比较豁达,他就不会那样去斤斤计较 那么不仅是他静止的这个汽车是无我的 人也是无我的 那么他整个运作的过程 他也是按照因果规律缘起的运作的一个过程 那么汽车或者变形金刚或者机器人的这个运作 它是一个整个的过程是缘起的 无常的,不能主宰的一个过程 人也是一个缘起的,无常的,不能主宰的过程